金矿机械化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也极大的改变了一线矿工的工作环境 有不少年轻的高素质人才开始走进采矿一线 在山东三山岛金矿的调度指挥中心 刚刚入职不久的九五后姑娘陆佳文 正在进行大块矿石的破碎 她所操纵的远程破碎机系统 遥控着距离这个指挥中心三公里以外 八百米以下的矿井 这个既然是往下的话 是用这个破碎机让它往下走 由这个机器来进行破碎 自己感觉像打游戏一样 然后我这边现在是一个人 可以操控25台机器 原来是在每个景象 比如说负600负800这些位置上 现在我们把咱的操控系统移到了地表 然后我现在在办公室的工作环境上进行工作 智能化无人化设备的推广 让一线矿工的工作环境有了改变 越来越多的年轻高素质人才 也开始加入到采矿行业 我们最近招聘了91名新员工 都在大专学历以上 我们的设备在持续升级 新工人的作业条件更好 刚刚进入交加金矿的刘云鹏和吕海飞 在经历了师傅带徒弟的实习期后 即将独立进行井下作业 本来想的是下边反沉了应该比较严重 然后下来一看这些东西对方都解决了 机械化程度反正挺高的 比较安全 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的提升 也让矿井深部一些难踩危险的矿体 得到了有效的回踩 极大的提升了金矿开采产能 深部一些难踩的危险的矿体 今年上半年也得到了有效的回收 目前每天能达到1000吨左右的这样一个生产规模 今年上半年的低频位资源 我们平均每天回收将近2000吨左右